今天是好天气 带着豆豆去洗澡美容 看着她的耳朵就知道 她现在坐车还是会有点害怕 两个小耳朵保持着紧接状态 从背后看 样子真的太可爱了 豆豆一边看着窗坏 一边看着爸爸在开车 豆豆小小的背影是不是很可爱呢 我还会 我还会 一对快飞起来的耳朵实在是太萌了 会让痘痘脱明 所以现在每个礼拜 假日都会带她去洗澡 让她有足够的社会化 就从肉犬小小年纪做起 一路上抱着她 就是怕她在车上尿尿 如果尿下去的话 车子就可以毁了 之前带她去洗澡的时候 坐在车里面 会感觉到她非常的不安分 但是现在呢 比较习惯了 哇哦 痘痘的那颗头又更疯了 我们开了车窗让她出些风 好可爱好萌的样子 真的很像风中的一颗棉花糖呢 她也很好奇的看着路边的摩托车 洗完澡的痘痘应该觉得非常的舒服 但应该也是有点疲乏的样子 风中的棉花糖 风中的痘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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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放慢速度 我是放慢速度 那样子 更体现她 又更大肢 其实痘痘现在才 两个月半的幼犬 但是萨摩耶 成长的速度 在前半年实在是太快了 目前痘痘的体重已经来到10公斤了 虽然痘痘现在很顽皮 虽然痘痘现在很顽皮 可是在疫情期间呢 带给我们不少的欢乐 同时在家里呢 也比较不无聊 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请帮忙按赞分享加订阅 谢谢